打开这座辽戴契丹古墓 专家在红色凤冠中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契丹少女 她不仅拥有精美的凤冠 还有价值连城的财富 但墓士却修建了十分简陋 甚至还有仓促下脏的痕迹 打开红色凤冠 考古队员在她的体内发现了大量 无规则的斑斑点点 头戴金箍的黑色头骨 浑身发黑的骨头 人们怀疑她的死亡不正常 专家在为她宽衣解带后 一些闪着荧光的液体从里面流了出来 这些水银和那些神秘的斑点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随着少女体内越来越多的水银被提取出来 专家怒斥道 禽手不如 这个契丹少女的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 竟能让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如此愤怒 在牧主人的身旁 专家曾发现了几枚溜进的同龄的和一根神鞭 专家认为牧主人是一位撒满巫师 可棺果上的金凤金龙又该怎么解释 这个陪葬品接近皇帝的契丹少女 究竟是谁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下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 契丹女师死亡之谜 根据中国宋代史书记载 契丹人信奉一种叫萨满的神秘宗教 巧合的是 萨满巫师还都是由女性来担任 所以就有专家猜测 牧主人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一位 萨满巫师 但是在古墓中却有大量的出土 龙和蹦 一个萨满巫师怎么可能会享有皇家的待遇呢 牧主人的身份暂时被定在了契丹贵族上 在以往的契丹古墓中 只要是有点身份的人会带个铁面具 什么样的人可以带金箍下葬的 在和宰相耶吕与之的对比中 专家认为 头姑是面具的前身 这样一来 牧主人的下葬年代 被确认在了契丹早期 那么专家能不能在死者的身上 找到更多的证据 破解牧主人的身份之谜呢 这时人们发现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 契丹女士身上的丝绸衣服 已经接近腐朽 玻璃工作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专家们小心翼争奔夺妙的 一层层玻璃 因为牧主人的上身里 还隐藏着大量的碎葬品 就在这时 衣服硕大的项链出现了 内蒙古彩石矿意外炸出一座了来 牧主人拥有精美红色凤冠 团龙金盘 金马鞍等数百件价值连城的陪葬品 体内却被人灌满了水印 这位契丹少女生前 究竟是不是被人换满水银而死的呢 随着对契丹女士不断的剥离 考古专家终于没有白费功夫 一部硕大的项链出现了 项链上面的黄金和宝石 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专家还没来得及兴奋 又在牧主人的手上 踢取到了一对黄金手镯 最后又在牧主人的手指部位 取下来了五枚黄金戒指 戒指上还镶嵌着宝石 所有的陪葬品贵重华美的 让人不由的发出惊叹 这再一次表明 牧主人的身份非同小可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那些奇怪的神秘斑点 却始终没有出现 看到这些金银财报 专家异常的兴奋 在确定牧主人的身份之前 这将是可利用的物证 随着对契丹女师不断的深入研究 专家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辽室里头有一个公主 就是辽太祖阿宝基的公主 她嫁给皇后的弟弟 这些天来的琢磨这个事 我就总觉得 在契丹早期 世事实的这个少年 就是少年女子里 他最想 史书中确实记载着 辽太祖耶律阿宝基 有着唯一的一位女儿 通过对头孤的研究 专家曾判断 牧主人是生活在 契丹王朝早期的人 难道她真是契丹第一位 皇帝的公主 如果这个推测被证实的话 这将是契丹考古史上 一个重大的发现 皇帝的公主 毕竟是一个身份显赫的大人物 专家立即找来了 在耶律与之 牧中出土的首饰 通过细致的对比 专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与之牧的首饰 跟她相近的比较多 但是呢 还不如她的漂亮 就说她这个 戒指来比吧 个儿都比这个 与之牧的大 还有她的这个 手缩 也做得特别精致 耳环 也比 与之牧的大 专家认为 契丹女士的身份 很可能比耶律与之的 还要高 耶律与之 曾是皇帝阿宝基的宰相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王朝里 除了皇帝 专家想不出 还有谁的陪葬品 比堂堂一锅宰相的陪葬品 还要高 实验室的玻璃 持续进行当中 专家又一次惊讶 这是一件精美的丝绸绣衣 金丝线绣的宽容 依然闪着金光 这个契丹少女的身份 果然不是一般的尊贵 为了能够完整地 将这件华丽的衣服 剥离下来 专家决定 先把女士的骨头抽出去 万万没想到 骨头的颜色 竟然和头骨的颜色 一模一样 漆黑的花亮 从死者身上 抽出的每一根骨头 颜色都是黑色的 难道这个契丹女人 真的是被毒死的吗 然而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阿宝基公主 是中毒而亡的 如果牧主人生前 是被人毒死的 那他就不可能是 阿宝基公主了 一般的说 是辽带皇家女儿 嫁不起的话 他嫁给萧家的某个人了 这个萧家的人的墓地 就有一片 据史料记载 阿宝基的女儿 的确嫁给了 萧氏家的男人 有人说 这里的萧氏 指的就是萧峰 可萧峰 明明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专家到底 有何依据呢 萧氏家族的墓地 又在哪里呢 在辽带的墓葬 大概有这么一个规律 从信安岭 这一端 一直往东北延伸 这一带埋葬的墓中 是辽带皇族家族 另外呢 从这个 齿峰南墨那个山 一直到辽宁 这套山走的话 是埋葬的 辽带后组 萧氏后组 这两套山走 正是这个辽和平原 他就在这个位置上 巧合的是 托尔吉山刚好在这一区域 然而 专家把整座山都炸平了 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葬 看来目前的证据 还不足以证明 契丹女士 就是阿宝吉公主 如此看来 这里的萧氏 也就不可能 是萧峰了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专家始终 没有放弃调查 X光机下面那些神秘的斑点 也成为了他们接下来的 首要工作 此时 实验室的玻璃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但那些密密麻麻的斑点 始终没有现出真身 正当专家准备取出 女尸身上最后一件贴身衣物时 一些闪着荧光的液体 突然流了出来 一二三 内蒙古彩石矿 意外炸出一具 了带气单女尸 当专家将气单女尸身上 最后一件贴身衣物 剥离之后 突然一些闪着荧光的不明液体 从里面流了出来 顺着这个领口打开以后 撑开 拿那个手电筒去照亮 比如是一层 顿时 实验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这些水银和那些密密麻麻的斑点 会不会存在 某种关联呢 发现水银 在哪一张片里 比皇上大陆 看到的全部是水银 X光机下面那些神秘的斑点 终于有了答案 斑点 正是水银 紧接着 牧主人的尸骨 是黑色的密团 也被破解了 因为那个水银是剧毒啊 开始我想到的是 从骨客上开始中毒死亡 水银的出现 让牧主人的死亡之谜 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突如其来的水银 让在场的考古队员 措手不及 然而更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 水银竟然有这么多 水银是一种慢性挥发的物质 一千多年里 肯定还挥发掉了许多 那么这么多的水银 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如果能够证明 牧主人是被水银毒死的 专家就可以放弃阿宝鸡公主的假说 因为根据史书记载 阿宝鸡公主根本不是被毒死 那么水银究竟是不是杀人凶手呢 这时有一位专家 提出这样的一种可能 水银是可以用来防护的 早些年在契丹人的墓葬中 专家就曾在墓中发现过水银 我们以前在法学的契丹女士 无奈查公网的契丹女士呢 也是这样的水银毒 但是那个水银保存得特别好 但是她在她的那个 腹腔内没有发现水银 只是在她身上那个土壤里面 化验 发现大量的水银 由此看来契丹人很可能用水银 来防止身体腐烂 但是托尔基山出土的这具契丹女士 专家是在她的体内发现了水银 这样一来 专家该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很快契丹女士身上 不同部位的样本被送进了实验室 专家想通过实验检测 了解水银到底是致人死命的 还是用来防止的 如果结果显示 墓主人是被人毒死的 专家就可以放弃 沿着阿宝基公主的线索继续研究 不久后 样本检测的数据 出来了 三份骨头样本中的水银含量 大大地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墓主人头发中的水银含量最高 竟然是骨头样本 三倍 专家认为 如此高含量的水银 足以致人死命 然而 对于契丹女士 是否是水银中毒而亡的 还不能草率认定 因为死者和水银是长期处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的 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争发 水银很可能是一点点渗透进去的 头发的水银含量之所以是骨头的三倍 正是因为头发的表面积大 吸收的水银才会更多 另外 专家还从中毒学的角度分析 当人生前被灌入大量的水银后 很快就会死亡 血液根本不可能将水银带到头发上 根据史料记载 阿宝基公主是因病死亡的 专家决定对女尸的骨壳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 就是因为她的这个 追骨追体的上下两个圆 这个边缘已经完全形成很锐利 并且出现了骨刺 这个鉴定证明 木主人生前患有严重的腰椎疾病 这恰恰和阿宝基公主因病而亡的记载吻合 然而 接下来专家的一些话 却让考古队员有些诧异 那么从她的两侧的 持骨联合面的形态变化上来看 她的边缘已经完全形成 而且中央已经开始往下凹陷 那么这样的特征可以明确地说明 她的年龄应该是从30岁到35岁之间 尽管专家说的话 让考古队员有些意外 但是木主人35岁左右的年龄 更符合阿宝基公主因病而亡的年龄 尽管目前的实验证明 都将木主人的身份指向了阿宝基公主 但是由于木中并没有出土 木指名的可以证明木主人是阿宝基公主的名文 所以专家目前还不能确认 木主人到底是不是阿宝基公主 想有如此超高规格的陪葬品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契丹女人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专家决定不原契丹女师的生前样貌 不久后契丹女师相貌的雏形产生了 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契丹女师终于显露出来了 她的阵容 当契丹女师的容颜真切地呈现在大家眼前时 她的身份却依旧欲物缭绕 专家决定不久后对女师进行DNA提取 到那时奉冠中这个契丹女人的所有秘密 将水落石出 你对契丹女师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